他今天違法不是只有這次 幫他兒子成就站台 他之前參加過多少 凱當哥來大道的餐會 募款餐會 然後多少公開的表演 然後公開的表達 而且已經開始在廣播節目當中 說受訪 然後透過他兒子 來轉述陳水臉的想法 然後前一陣子 不是剛剛我們也討論過嗎 他說蔡英文也是他培養的 根本就不是李登輝啦 是靠著他怎麼樣 怎麼樣等等 也就是說這一切的一切 他基本上把所有法律 全部践踏光了 還虧他是一個律師俗稱 還虧他擔任過中華民國兩任的總統 還虧他曾擔任過民進黨的黨 可是這一切一切 完全是為了他的自私 可是我覺得這樣一個結果 傷害的不僅是民進黨 不僅是蔡英國政府 不僅是台灣 我覺得他践踏在我們這個時代 難能可貴所建立出來的公道 所以難怪現在監獄當中的所有人 在這個申請假釋同意書的時候 或者保外就業的時候 都會寫陳水扁的例子 這是一個監獄當中的一個 一個副庭議長告訴我 他現在幾乎身體要保外就業的人 每一個人的前提都說 比照陳水扁總統 因為他有怎麼樣 所以我也有怎麼樣 所以我想要保外就業 所以這是一種很莫名其妙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陳水扁這樣的一種践踏 我覺得最難過的是到今天為止 我們的政府除了中間有提出來 一些不同意見 或要求要遵守四部以外 我要請問我們的法務部長邱泰山 你有講出稍微重點的話嗎 我們要請問行政院長賴清德 你有講任何的話嗎 我們要請問蔡英文總統 你有講出任何對這樣的一個表達行為 那個不當或者不以為然的話嗎 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變相在鼓勵 這個社會當中在陳水扁華